HELLO 大家好 我是謝祺 跟大家說 你現在在哪裡? 塔吉特的工廠 這個叫做 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 這邊你們看一下 哇 就是這麼的大啦 就是一個工廠啦 我現在人在雲林的斗六 有六火車在騎車過來 這邊一大堆的什麼工業區之類 所以大家如果騎車過來的話 就是要小心啦 就是這邊很多大車車 開車也是小心 那我們今天有預約兩點 會去做千層蛋糕六吋 誰喜歡吃千層蛋糕啊 他們家我超愛 反正今天也不是什麼工商嘛 就是單純學習的話我就帶他來 反正我們直接進去吧 GoGo 總之這邊就是有個售票處 進去只要一百塊 所以帶票五十 六歲以下兒童 六十五歲以上長輩FREE 謝謝 體用券跟發票 雲林縣的人喔 直接半價 這邊還可以蓋章一個 尋寶圖 就這個盒子 所以你這個有地卡集車 他就是用這個箱子送 長得這個樣子的比較小的 好可愛喔 所以要來個抱抱 還從正面抱 他跟你一樣大臉耶 哈哈哈哈 來我們現在進入看一下囉 裡面不能帶外型 寵物跟吸煙 喔 耶 是不是一個類似餐飲的餐廳 嗨 超可愛的 瘦瘦的 雖然這個就是我啦 這個比較像我 看起來很像摘米 他2001年有被燒掉骨 可是他們只花了9天就恢復局部的運作了 然後到2005年 然後他跟千層蛋糕 有了一些連結 然後2007年 斗六店 創始店 在這邊開 他們那時候週年 一片才賣5塊錢 5塊錢 太便宜了吧 然後他們真的做了1000層的蛋糕 到2008年 這個品牌就正式創立 為什麼這邊那麼多盤子啊 他是網路人氣賣家 100強 他上面每個獎牌上面都有那個 幾年幾年 然後哪個網路人氣 好啦 反正就是你看 越來越有人氣這樣 所以他現在最高名次就15名 哇 我宣 你看後面 很多雞蛋 你看這邊超美的 來宣 再這邊拍一張 123 這邊櫃子那麼多是怎樣 然後他這邊的什麼生產線啊 什麼產品啊都有 很多介紹啊 還蠻酷的啊 一年賣出的千層蛋糕塑料是 28豆台北101 你看我們台灣人很會吃千層蛋糕 都在這個胃裡面 喔 這邊有跟大家介紹一下千層蛋糕是怎麼製作的 第一步 襯料混合 第二步過濾 第三 成型 第四 殺具 第五 極速冷卷 第六 跟七 包裝跟冷豆儲存 第八 餡料 第九 堆疊 第十 冷凍 就這樣啦 那我們先去二樓好了 二樓是我們的DIY室 到時候兩點要去體驗 哇好像很居家的感覺耶 這邊 好可愛喔 這種小窗戶 喔好酷喔 噴印 喔 可以印一些自己喜歡的圖案的樣子 哈囉 哈哈 你也太可愛了 大使辦公室 這邊也有電梯喔 比較不方便了也可以搭 感覺超高級 好多口味喔 有 焦糖 牛奶 草莓 芒果 検果 檸檬 芋頭 仔細看還是會有所不一樣的啦 這裡也有販售其他水果類的耶 很像果凍 你看它這邊 啊 看起來就很好吃 來我們最後一個就在大門口的右手邊 成功了 我們直接去服務台吧 給大家看一下齁 我們剛剛已經換了那個 剛剛幾點的張張 換到什麼 果凍 去吃口味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DIY課程這邊有的課程表 網路上也查得到 我們是報名兩點的變出魔術這一個 所以等一下就去報名 然後我們做六吋五九九 然後跟他們票有折抵兩百塊 所以我們三九九 就可以做一個自己的一個派出來吃 我們要做DIY之前呢 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家小寶貝齁 吵的要吃啦 所以呢我點了一個 還蠻酷的啦 就是一個彩虹造型的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 要做出這麼完美的切忍飯 應該不容易 那我另外點了一杯飲料 類似焦糖的一個鮮奶茶 你先吃一口 哇這好滿 我喜歡這個 好滿喔 來 彩虹喔 來啦 餵你 它是什麼口味 蜂蜜 很甜嗎 有一點點 它有很多種水果 就是有水果的香味 有蜂蜜淡淡的香 好啦等一下DIY 哇 雖然穿起來很像大廚耶 有點胖 你才胖 你全都胖 今天的話我們就是要做的是 千層蛋糕 它的話就是一層蛋糕 一層現在一定要層層堆疊這樣 今天幫你準備的話是48張蛋糕 今天幫你們準備的是牛奶口味的 嗯 那就是要分配在17層裡面 最上面那層是不用抹的 那首先我們就是把我們的蛋皮 把它給拿出來 那我先抹第一層給你看 然後之後就給你們抹這樣 直接抹上去之後 我們用15度角的方式這樣把它推出去 這樣第一屑就完成了 然後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好不錯喔 那現在就是不要抹超過蛋皮外面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學第一個抹的 太好笑了 哇 老師在家也不在聽啊 有 來我們看一下軒那個做出來的成品齁 就是旁邊嗯OK 反正我相信它這邊的餅皮 跟它一個奶油是非常好吃的 我們就不要在意外觀了啦 現在呢我們做完蛋糕了 然後這個餡料其實可以帶回去 那我們就軒它就直接吃掉了 來直接吃看看餡料怎麼樣 會不會太難 好快很好吃欸 吃完這就被肥死啊 哇 嗯拿一份的味道 還蠻好吃的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附近拍拍照片 然後我們把蛋糕冰起來 等一下就可以體驗吃吃看啊 看看軒做出來的怎麼樣 oh yeah 各位我們現在拿到了軒製作的蛋糕 還有宣點了一個榴槤的千層盤 有夠側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蛋糕 它已經幫我們包起來了 因為我們 等一下呢沒有要回飯店還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吃我 不然放久了可能怕它壞掉 哇喔它用的很像是披薩盒裝起來 酷喔 看它有沒有稍微幫你修整一下 還是就是玩著原份不動那個 亂七八糟的給我嗎 真的啊亂七八糟給我 所以可能人家鋪上去它也沒辦法拿起來 會軟掉還是什麼破掉 對啊它也沒辦法幫你換紙啊 切的每一刀下去都有 切到每一層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超棒的 它這個其實沒有冷凍欸 那個時候我看那個光網說什麼 會再把我們冷凍一個小時 可是它這個沒有 它就是直接我們做好就可以直接吃 它如果再比久一點一定超級 很好吃 然後奶油那個份量超多 還不錯我覺得我可以吃到三個 那至於剩下就交給學生 我沒有很喜歡吃千人蛋糕 但是塔吉特我是覺得還可以 榴槤我們放好久了 然後剛剛我們直接遺忘了它 我們就直接來吃囉 哇充滿著榴槤的香味 滿滿的榴槤香氣爆在口中 超級綿密 那今天的這個塔吉特大食館 可能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因為現在好像很多人來觀摩 好像有點越來越吵了 如果以為有人想來 我皮尾也放地址 那喜歡影片還喜歡 不喜歡還不喜歡 要去玩對我我是CACHU 每天五點發布影片 大家我們 HALU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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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看到 還有個包圓 我們一起去的 也可以看 接著 喔 看看 啾 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